国际体坛盛事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4日隆重举行 TVB将透过五条频道播出连串精彩节目 更派出主持梁子沛 黄霆锋先后前往冬奥场地 这一组黄霆锋联同摄制队到机场出发赏京 作为体育建章兼体育系碩士 霆锋对冬奥一种比赛项目都相当感兴趣 所以他都很期待这次的旅程 我最喜欢其实都有好几个项目 因为我发觉上届我看完冬奥之后 我对冬奥产生了兴趣 没想过原来这样摄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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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全日 真的很好玩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记得和几个平熟员一起聊天的时候 原来有那么多技巧 就是就有什么冬奥 就是平时我们掃地摄地 原来都可以有很多技巧在里面 然后还有短度速画 其实短度速画就是 那个感觉就好像你在奥运的时候 跑了100米这样 很快就已经完成了 也是講求速度的一個項目 之後還有冰球 冰球有時經過九龍灣會看一看 但這次我簡直在那裡看著整個比賽 其實我之前做過一屆 但那屆沒有去到其他地方 只是在廠裡做的 兩個星期左右差不多 這次真的要飛去北京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想這件事也挺刺激 而且我挺期待因為我本身是畏高 所以我很期待從此去高山滑雪 我就可以克服這個畏高 短度速滑也可以克服那個離心力 每一樣東西都是有使命 受疫情影響很久沒有飛 這天再來到機場 亭峰都說感覺很奇妙 他還說出發前花了很多時間收拾行李 但始終都有點擔心大漏夜 昨天一直在拍攝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那些衣服硬是不夠 我聽他們說在那裏 你應該凍到傻了 所以我就盛了很多衣服 一到北京的時候 一打開那些魚翁就飛了出來 難怪你有三個行李 上了 其實我未試過要盛這麼多行李 因為始終今次去 話畢都去21天 所以三個星期要準備的當然要多些 我未試過要三個行李 對 整個枕頭都戴上去 整個枕頭都戴上去 還有沒有準備其他東西 還有沒有準備其他東西 我想腦袋就是最重要 希望你有帶 最重要是帶腦袋過去 這次出發東奧 亭峰將會在北京過年 想到今年會鬥少很多利是 他都有點遺憾 不過可以為觀眾緊貼最新賽事資訊 亭峰都說覺得很值得 沒有人派利是 那些是外國運動員來的 他不會派給我 分分鐘我怕他會問我拿 但我不用派 那你家人會不會幫你保持一些利是 我家人昨天很好 他已經準備了兩封利是給我 我已經有貼心 我家人已經準備了兩封利是給我 很開心 而且是放了人民幣裡面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用 很貼心 所以這個是我第一封利是 未到三號 三號的時候已經有 最後已經有兩個月對 對 還有我們 我們有購入 很多人到現在 他們都應該去乎 其他的 sendo人不少